那现在他又要卖一个希望说 让我们高雄出一个总统 他在卖的是这一个东西 说以前都没有高雄人当过总统 但是卖一个希望这样的招数 现在还会有用吗 我觉得高雄市民没有笨到一直被骗 那你刚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口号 来吸引民众 吸引这些高雄市民 那高雄市民也给你机会了 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完全是假的 是被骗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高雄市民其实 有点像我之前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他们被骗 他们情感上被骗了 他们一直以为说 他真的可以来为高雄 好好的打拼经济 好好的不分来丽 你遇到的是算是北漂的高雄人吗 北漂的高雄人 对 然后他们回南部的时候 他们想说真的想要回乡啊 返乡啊 去照顾爸妈 然后去那边工作 可是显然到现在还是要北漂啊 他还是没办法回去啊 然后另外我刚才其实 我觉得我还蛮佩服指责啊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每次都要帮他辩护 辩护得很辛苦 我跟你讲 他刚刚提到说说 观光人口数成长到17%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这一则新闻啊 惨哦 新绝江冷清现况暴 然后呢 网酸韩国瑜把高雄快弄死了 就保掉了 那这个呢 其实新绝江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 很热闹的商圈 通常是在早上 尤其是周日的时候 我之前去高雄也是 礼拜天的时候 大概11点多 我就会去那边逛街 然后中午在那边吃东西 然后那边其实蛮好逛的 我一个人整个下午 可以在那边逛 可是呢 他今天这个网络的这些 网军就去看了现场以后 发现说 糟糕了 你早上11点的时候 冷冷清清 就像现在这样张照片 他是现场拍了以后 然后就po到脸书上 怎么11点多的时候 完全都没有人 店没有营业 后来呢 去询问才知道说 泰凡说 这个要到下午2点才会有人 可是今天是假日的时间 而且呢 重点是 他们要去看电影 旁边的这些店家 也都没有开门 所以电影院是有人 但是也冷冷清清 所以他就说 那人到底呢 去哪里了 你本来说 观光人口要成长17% 拿来了观光人口 好 那我们再看 他之前一直告诉 所谓的这些高雄市民说 我们货要进来 货出去人进来 可是现在他们总结 这一次对韩国瑜的一个说法 就是货出不去 人进不来 店收起来 市长发大财 好 因为我们看到 他的房子一动一动 不断的一直被批爆 批爆 现在又有杀石的一个案子 今天黄国昌委员又继续爆料 那到底是谁在发大财 但是呢 高雄市民完全没有发大财的一个倾向 你现在是相对的 像我们台北市好了 到现在目前西门丁 虽然之前好像陆克做一些控管以后 但是我们新门丁到现在 人潮还是很多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到底谁真的让高雄发大财 现在呢 所有的高雄市民 现在在回顾到之前 陈局市长在执政的这段时间 他们反而觉得那段时间 才是最安居乐业的时候 所以人一定要受到 受到这个打击了以后 受到一个被骗了以后 才会发现原来那个是最好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现在要选总统 再去跟高雄市民骗说 我们现在来 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这个梦想就是 我们要产生一个新的总统 我相信高雄市民 不太可能再配骗 因为我觉得高雄市民是聪明的 而且高雄市民是非常自制力的 更何况现在目前 我们联署要罢含的 超过了20万份 30万份 所以我相信 这样子这么高的罢含的 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度 不可能再让他继续当总统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